大家好 因為之前實在懶了太久 所以最近我決定勤力多點去剪片 和大家分享我吃過什麼 和去過哪裡 較早之前就是我的生日 我在生日那天其實也有拍了一條Vlog 記錄下我去了哪裡吃東西 所以今天就上來和大家分享 說明生日當然要裝美 所以大家看到我現在用這個直髮夾 就是史上最好用的GHD直髮夾 其實在Selvages買便宜一點 所以我們到底吃什麼呢 看到我這麼開心便知道 我是去我其中一間最喜歡的餐廳吃生日飯 沒錯 就是位於Four Seasons裡面的Caprice 那裡吃 Caprice其實我之前也吃過一次 今次生日的時候 當然想吃一些自己很喜歡吃的東西 好 今天我們又再一次去Four Seasons 那上次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還沒有這個Gimbo 所以可能有點手震 還有今天是我生日 所以都記錄一下 那Caprice就是位於香港四季酒店的六樓 是一間米芝蓮三星的法國菜來的 那我們現在去吃的就是它的Lunch Set 雖然說我之前已經吃過一次 但是Caprice的餐單其實每一個季節都會有不同 所以就算吃過 今次再去菜式都不同了 而且呢 在中午去吃的時候呢 價錢是比起晚上去吃的時候便宜很多 我們去的時候 由於還是疫情期間 所以酒店方面都很貼心的 給了個信封我們安裝著口罩的 那進入到餐廳 就看到餐廳的樓底是非常之高 而且是很寬敞的 每張桌子和每張桌子之間 就算不是因為疫情 本身已經相隔很遠 所以大家都坐得很安心的 而當時呢 可能是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在訂桌的時候呢 已經跟我說了 是會安排一張Windows Set給我的 所以大家打去訂桌的時候 都可以提出想坐在窗邊的 Caprice的裝修 都是屬於比較富麗堂皇 和比較端莊一些的 它會用上水晶燈和雲石去做一個裝修 可能有別於其他現在新派小小的菜館 那些菜館可能的裝修 就會比較modern 但Caprice給我的感覺 就會是一種偏向古典風的裝修 亦都可能適合在四季的定位 另外就是在Caprice那裡吃東西 每一台都會有一個專人服侍 而且它們很好 就不會像某些餐廳一樣 就是逼你一定要開一支水 其實它這裡都是可以喝一些泥水的 由於那天是我生日 所以我都叫了一杯Mocktail來喝 但由於我覺得那杯都不太好喝 所以我就不特別介紹 只記得它是有一顆很大的橄欖 而我首先跟大家進行一次菜餐 其實在我印象之中 上一次來吃飯的時候 因為Caprice的三道菜是$595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它的三道菜的價錢是稍為貴了$50 但是五道菜就沒有加價的 所以我們依然是選擇五道菜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覺得吃五道菜是比較划算的 其實每一次來 視映都會很用心地去解釋 每一道菜是什麼 去讓我們幫助我們去選擇 但是由於它這次站得離我很遠 所以我就錄不到它說什麼 我選了前菜是吃一個山帶子薄片的 我媽媽和阿妹就選了鵝肝 湯方面我選了熱湯 是煙肉燉蛋的濃一些 他們就選了羊奶芝士 乳方面我們有人選龍鯉魚 我和媽媽是選了一道白龍鯉魚 肉方面也是因為我不吃羊 就選了鵝肝 他們就選了羊 去到重頭戲的甜品那裡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都想試 但是最後就只選了一個水果香里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巧克力 Mousse 其實我也很推薦第一次來Caprice的朋友 如果吃他的午餐 每天都試一試 叫回五道菜去試一個全體驗 因為你吃完五道菜才知道 你比較喜歡吃這裡的湯 還是前菜 還是甜品 由於我媽媽和阿妹都是第一次來 所以我們三個人都是選五道菜的 很喜歡吃 一出來我就要巧克力 巧克力 巧克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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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杯飲料只是叫來拍照 所以好不好喝呢 都不要緊 說時遲哪時快 就來了牛油和麵包 也是其中一個我覺得Caprice做得很好的地方 牛油是有兩種的 一種是有鹽牛油 一種是沒有鹽牛油 另外麵包也是做得相當出色的地方 弄齊的時候 正在拍攝 可以 麵包方面 classic就是單個法包 最受歡迎的辣椎麵包 芝麻油酥 和栗子麥包 你先吧 那頭兩個麵包呢 我選了一個尖的法包 和栗子麥包 都不用擔心 試不完它全部的麵包 因為其實它這裡的麵包 是可以refill的 所以我之後也有試其他的 我最喜歡它的麵包 全部都烘到還沒熱 所以牛油一搽上去的時候 都已經是半溶狀態 那我就覺得已經很滿足 很好吃的了 但是由於要留肚子吃其他東西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都不要拿太多麵包了 要不然呢 你們就吃不下的了 那在吃麵包的時候呢 我們的餐前小吃呢 也都送到來了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因為那時候呢 我還專心吃麵包 那所以呢 就不是很聽得清楚 試應的解說 只是聽到它說 有些木耳啊 這不是很記得 它有些什麼 但是Caprice的餐前小吃呢 大多數都是打成泡沫 很開胃的 那說時遲那時快呢 我們的前菜呢 就來了 那邊呢 大多數是Cavato 那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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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是我沒有吃到的前菜 那邊呢 鴨肝呢 配一些香橙醬 那呢 根據我媽媽和阿妹的食評 那因為鴨肝本身是一些比較油膩的東西 那它配了一些香橙醬 就中和了它的那個油膩感 所以它們呢 很喜歡的 我自己的頭盤呢 就是一個生帶子薄片 拌一些紅菜頭 那我覺得它是很清新 而且帶子切得很薄 是一個很開胃的前菜來的 那我媽媽和阿妹呢 都很喜歡這個前菜的 那因為鴨肝呢 本身是一個比較油膩的食物 那就是因為它搭配了一些骨子醬 一些橙醬 金醬 那首先 那顏色就很鮮艷 橙色 另外也都中和了油膩感 另外呢 根據它們所說呢 也都不會煎得過乾 裡面呢 仍然是很軟熟 而我阿妹呢 也都非常之欣賞它的擺盤 是好像一個花園一樣漂亮的 那所以呢 作為一個春天的一個頭盤呢 它是相當之出色的 那現在呢 就到我為大家試吃 我自己的頭盤生帶子薄片了 那一如我剛剛所說呢 我自己是認為它是一個很清新的頭盤 那它跟剛才那個鴨肝相比呢 其實它是一個很清新的前菜來的 它是一個沒有汁的前菜 完全是靠那些蔬果 和那個帶子的鮮味呢 去做出來的 很清新的 和你不同 你覺得可能是很軟的 中間的紅腸頭 平時我不喜歡的東西 但是 現在這樣 我又會覺得是好吃的 那吃完頭盤之後呢 很快我們的湯也都上來的 那我叫的呢 就是一個蘭豆豆煙肉湯 那現在呢 適應呢 就很用心地幫我倒進 另外呢 也都會很仔細地解說的 各位 多謝你們好 先來到這邊 來這邊 先來兩個蘭豆豆煙肉湯 先來這邊 先來這邊比較濃味 先來一個煙肉麵的鍋油 先來這邊比較濃味 先來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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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湯 它說底部 是鹽肉燉蛋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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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要弄碎這塊東西呢 那我這個湯 其實是一個比較濃味的湯來的 它底部是有一些煙肉燉蛋 表面是有一個脆片的 也是一個很濃的蘭豆豆味 我個人來說是挺喜歡的 這個就是我妹和媽媽叫的 雅枝竹湯 配一個羊奶芝士的意大利雲吞 據他們所說 這個湯有些酸酸的 也有一些酥酥的味 它們其實是比較一般的這個湯 但我自己覺得應該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湯來的 喝完湯之後 我們的魚的彩色就來了 一齊聽聽試應怎樣講解 這個鱼的彩色 是一個剛才的彩色 另外就是一個由我來的龍蝦 用一個辣椒筍 將它煮熟 除了一些炒過的白糖 醬汁 最後加的醬汁呢 就是一個 用龍蝦的湯 加了一些蘑菇的醬汁 在裡面 然後吃到一個 就在法國哥 而阿妹叫的魚的菜式 就是一個龍荔魚 不過呢 她也是比較喜歡我們的龍蝦 其實我們叫那個龍蝦 這是法國的南龍蝦 堪稱是我那天吃過這麼多菜式 我最喜歡的一個菜式 首先她龍蝦是很嫩 一點都不像我們外面吃到的龍蝦 是會有一些過熟的感覺 而且她那個龍蝦湯 半徐的士多啤梨汁 完全帶出了龍蝦的鮮味 應該是我一輩子吃過最好吃的龍蝦 這個龍蝦也看到 它的擺盤也是相當漂亮的 但是根據我阿妹所說 它的魚對它來說 是有一些硬了一點 就不是那些切開很嫩滑的魚 所以跟龍蝦相比 是略為失色了一點的 在這裡 很口腔 還有這個香蕉 還有這個香蕉 這個香蕉 很甜 很甜 有沒有經驗的感覺 有經驗的感覺 有經驗的感覺 有沒有經驗 有士多啤梨的味道 有沒有經驗的感覺 挺好吃 很甜 怎樣呢 很甜 太甜 就是這個魚 很甜 很甜 然後 還有香草 還有償售 嗯 都蠻特別的 嗯 吃完海鮮菜式後 肉類亦上場 我媽媽和阿妹都不約而同地叫小羊鞍 由於我不太喜歡吃羊鞍 所以我選了這裡最名牌的Pigeon 大家都看到小羊鞍的肉非常嫩 而且很漂亮 剛剛好是粉紅色 我的肉類就是一個Pigeon 其實我上一次來Caprice的時候 也是選了一個Pigeon 但上次覺得略為失色了 這次反而是有驚喜的 我們一起聽聽試應的講解 這兩道菜是有什麼特色 我發覺南部阿比翁過來的 Babby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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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會有一個白蘭筍 由老阿比翁來的白蘭筍 白色的Pigeon 我會是一個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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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Darren 我會有一點開心 你會看到那一塊 那一塊綠色的那塊 其實是一個野蒜葉來的 上面紫色那塊是蒜蠟 全部都可以吃 然後我們加上去是紋色的羊肉菌汁 這個呢 這個呢 我會是一個南部菌 我會拿來的 這個野蒜 那邊呢 這邊呢 配了一個Chesnut Chesnut 中間這個呢 就會在一塊 中間菜包 那樣的 裡面呢 會包住了Pigeon的大腿肉 乾臓 還有Four Ground 在裡面的 這邊呢 也會有一個 鮮香了的鹽巴 最後加上去的 是濃縮了Pigeon的醬汁 謝謝 謝謝 這個小羊鞍的菜式呢 也是得到我妹妹和媽媽的力讚的 據他們所說呢 這個肉呢 是非常之嫩 非常之軟 是不需要用力 把刀就已經可以直插下去了 你覺得呢 很厲害 我剛剛自己把刀插下去了 我不是 自己把刀插下去了 沒有啦 你這樣插下去了 我點這個Pigeon有別於上次呢 就是比較西式的做法來的 它配上的醬汁呢 就是一個栗子溶 再加一些乳隔的濃縮了的醬汁 你見到呢 這個Pigeon有別於上次呢 這個乳鴿肉呢 其實呢 剛剛很粉嫩嫩 就跟我們平時出去吃的那些炸乳鴿 完全熟了 是不同的 而且呢 它的外皮呢 是煎得很脆口 所以呢 我自己呢 是很喜歡的 這個裡面釀了一些鵝肝 和乳鴿大腿肉的一個生菜包呢 也是很有趣的 所以呢 我都推薦大家來Caprice 試一下它的Pigeon的菜式 那邊橘色的呢 就是一個orange puree來的 雪糕的方便是黑底味的雪糕 另外呢 這個好像 整個鵝圓的一個配合 底部呢 是一個carnel sauce on top呢 有一點點carnel sauce 再會把鵝的雪糕 用鵝的雪糕 有一點點的 Peway 還有carnel almond 請問一下 Caprice的甜品這麼出名呢 相信呢 都不需要我多作介紹的 那這一道慶祝生日呢 那當然很開心 因為它所有的菜式都這麼好吃 而甜品呢 更加是我最喜歡的一環來的 那生日本來呢 已經是很開心的日子 那可以在這麼開心的日子呢 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呢 真是感上天花 那所以我都很推薦大家 生日的時候呢 來Caprice那裡試一下 那其實我點的甜品呢 就是一個朱古力的mousse 搬一個黑豆雪糕 那這樣聽名字呢 可能覺得很普通 那其實呢 Caprice的甜品呢 真的非常之出色 很精緻 那不要看它細細分 那其實它每一個細節位 都做得很到位 而且很出色的 那這個黑豆雪糕 是非常之濃味 也是我第一次吃黑豆雪糕 那而這個朱古力mousse 雖然它薄薄的一層 但是其實呢 它的口感呢 是很多層次的 那它既有上面那個 一個朱古力的薄片 有中間的mousse 也有一個很脆的餅底 那所以呢 這個甜品呢 真是吃也都不厭呢 是會想呢 吃完一塊 再接著一塊這樣吃的 我妹妹點的這個梨的甜品呢 那它不單是這個外形 是做到好像梨一樣 其實它連裡面的餡料 都真的是一個梨來的 那它自己呢 是喜歡到呢 不肯跟我們分享的 一個人吃完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實在呢都沒有吃過 希望下次有機會試一下吧 這個是一個 芝士蛋糕來的 裡面呢 會有一個 芝士蛋糕來的 中文的那個是 芝士蛋糕 裡面有 芝士蛋糕 另外一個是 芝士蛋糕來的 嗯 我們的甜品之後呢 餐廳方面呢 也都送了一個 甜品的小拼盤 那這三個甜品呢 那這三個甜品呢 簡直是 因為剛剛才吃完那個 巧克力的甜品呢 已經是打開了甜品的位置了 那現在送上了這三個甜品呢 其實呢 它的出色程度呢 是比起一個 真正的那個大碟的甜品呢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是真的 很精緻 就是不要看它是菜 這麼小塊都這麼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可以是最小的 就是變大 很好吃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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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是一個泡芙 有些蕎麥的泡芙 好吃嗎 不是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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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隨時和Sonia吃那個甜品的時候呢 我們是瘋得那個人都介紹不到給我們 你明白嗎 這是怎樣 這幾道的小甜品呢 我真的 不知道可以怎樣形容 因為我已經第一時間是吃光 我就是覺得是 很想很想再回去吃 就是我很喜歡 Caprice的地方 就是它不會在一些細節位上面 抹敷 而是它真的好用心去令到你在每一個角度 無論是什麼的地方去吃到它任何的東西 從麵包去到一些送的小甜品 送的餐前小食 它都是好用心去做得好出色 令到你整個experience 就是由走進門口去到出去 由它幫你拿件衣服 或者去 就是幫你order 食物 介紹食物 那裡 它都會令你有一種很賓至如歸 而且是被受重視的感覺 這個也是我最喜歡這間餐廳的地方 所以我是很誠意地推薦大家 有機會一定要來試一試 其實下午來說 五道菜都算是比較划算的 那好吧 今天我就和大家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吃好東西 拜拜